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变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手相的几个步骤 首先一个观手形 那么像这个图片当中的原主的手相 就是龙虎相配 龙代表手指,虎代表手掌 龙虎相配,一般要龙长于虎 手厚肉多 掌厚指,手指比较方正 指正掌方 手形很得体 十指跟无名指基本上等长 四指又严丝合缝 均成一条线 手指之间三线合一 三线合一 毕竟是事业大有所望 不会贫穷太久 五年左右的时间 运势就会逐渐的显露 财运亨动,富贵有望 这个是从手形来看非常得体的一种 那么还有就是观察长色 长色红润 迅宫高突红润 运势根基非常不错 只是更工这一代有一些发暗发青 那么运势暂时受限 目前时不时有一些倒霉的事情发生 但是整体的运势会非常不错 这个是长色极佳 第三个是看手纹 看手纹 看手纹怎么去看呢 就是三线 我们看 首先注意三线 三线深长有力 三大主线根基非常不错 智慧线的起点 有锁链状 早年学业不佳 高中以前学习成绩 可能是中下水平高中以后 成绩突飞猛进 感情线的末端 这个又开刹向上 开刹我们向上的开刹 是非常不错的 感情上的 这个是最终的会非常的完美 比较平稳 事业线非常清晰 深长往上升 有较好的事业 有做事业的基础和能力 事业线的起始阶段 有一些弯曲和断裂 那么所以说 这个事业在前期困难比较多 困境时间不算太长 最多五年 熬过去就非常的顺利 那么还有第四个步骤 就是辨别一些极力的符号 比如说像这个 元宝文 非常的饱满得体 严丝合缝 财库非常丰隆 刚好配合事业 这个刚崛起的时候 跟事业财富是一起会到来 不管是男命还是女命 只要是掌型得体 只掌红润有光泽 三线三财得配 这都是从长色纹理 包括这个手型来看 那么这个是整体的去看手相 这几个步骤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相 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